明朝开国功臣多被诛杀五定侯国英,靠什么得以平安无事? 明太祖朱元璋坐稳江山后诛杀功臣之举,历来被后世所够命但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并非全都为他斩草除根,没被诛杀,而得以善终的,也有少数几个五定侯国英算是其中之一刻。 观看明初这段历史,英会发现被杀的开国功臣中确实有朱元璋因忌惮后代皇权受威胁而找借口诛杀的,有许多则是因为鞠躬自傲,护乱朝野而自取灭亡的。 当然,为高权重而滋长反叛野心,扶谋不轨最终被杀逃的,也有人在从史料记载看在明初霍峰侯爵的十四位功臣中郭英, 英卫列蓝玉,傅友德,康茂财,金昭新之后的第五位郭英画像,有人说郭英所以能得以善终是因为其妹妹是朱元璋宠爱的宁妃之故, 其实这个说法很难站住脚因为朱元璋非常敢,大义灭心。 在被列为为朱元璋诸杀的功臣中,有好多位与他沾心带故有的还是他的儿女,庆家还包括他的亲外甥大将李文忠等,事实上在所说朱元璋继杀功臣的多,刺风波种,郭英能安然无恙,平安度过恐怖的洪武晚年,动荡的剑文初年是与他的聪明睿智,分不开的史料, 介绍武定侯郭英出生于山东聚也后来随父母迁居到安徽凤阳,元朝末年他随兄长郭新投到朱元璋的起义军,起初一直给朱元璋当晋身卫兵,朱元璋一直叫郭英为郭四郭英,在朱元璋身边,从一名小卫兵成长为军中不可多得的出色将领先后跟随朱元璋,徐达,长玉春宫大臣有量, 张世成平定中远,云满等地他身经百战战功显客,在征战中郭英受伤无数次却从不抱怨, 还曾在征战陈有穷之意的危机关头,救过朱元璋性命史了中有, 从整武昌臣室肖将臣同千石硕突入太祖呼应杀之一以战袍,因此备受朱元璋信任和喜爱郭英也因战功或封萧其位先后,指挥迁士, 本位指挥副使,河南都指挥使使料,记载在攻打通州时,郭英用诈败之计, 引援军出城涉服兵将其击败。 网络图片红武十四年1381年,郭英跟随富有德攻打云南与宋燕章, 湖海分军进攻赤水河,当时大雨下了很长时间河水暴涨郭英, 下令砍伐林木,做成竹筏乘着夜色异举将援军击溃并升秦援军首领后, 又率军功曲曲,静等地将各山寨西数平定红武十六年1383年, 郭英又奉命随富有德平定门话,邓宽、丽江等地, 前后杀敌一万三千人升秦二千人缴获铠甲好几万富船只一千多艘红, 五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封七位武定侯十路, 二千五百十郭英在朱元长,婚下四十多年一直小心谨慎,所受礼遇, 虽隆却从不居公自道和愉悦家, 上他平常为人忠厚,对于功老总是和大家分享, 因此在朝中的人缘也非常好,所以也少有人对他安罪弹劾。 明王朝定独应天,南京后当时功卿多致半田园房产郭英独善牺身不在, 这方面伸手敛财,有一次朱元璋问他他回答说, 我一个平民养仗恩宠幸,有封爵子孙衣食富裕, 怎能还去增加产生奢侈之心? 朱元璋感叹了很久说,朝廷大臣哪能都像你这样忠诚朴实啊, 许多人是做不到的,你一点都不比唐朝的名将御池顶得差, 永乐元年。 郭英六十七岁病逝死后,又被追封为英国公, 同样是开国公臣许多人都在江山稳定后死于非命, 只有他自知进退,明哲保身,安享晚年, 而且死后还被朝廷所追封可见过。 郭英的大智慧过人民间,还要流传说在明太祖朱元璋还一文不明的时候, 他到郭英家所在的村子,去招兵郭英的老父亲郭山府擅长相树, 常在乡间给人相灭,他与朱元璋交谈了一回发觉此人比寻常在细看其面下, 更觉此人前途无量,于是他赶紧把两个儿子郭兴, 与郭英叫来让他们追,随着朱元璋去打天下,将来说不定都可以封侯拜祥, 这个时候郭的女儿走了近,来朱元璋注目了两眼老郭看, 朱公子对闺女似乎有一所幸也将女儿送给了他。 王宝货